台中市有一所国中的警卫 遭到家长投诉 在警卫室当中遛鸟 很不得体 不过呢 校方提出监视器证明 警卫是因为罹患了皮肤病 才在半夜脱光衣服擦药 没有想到呢 是四名调皮的青少年跑过来 故意放鞭炮要吓他 警卫才会全身赤裸冲出来查看 大半夜四名青少年走进校内 慢慢靠近警卫室 接着丢出一串鞭炮 警卫室卫闪着亮光 小小的火光顿时变成一整片 当时全身光溜溜的警卫 手上还拿着内裤 被吓得倒退了好几步 警卫赶紧穿上长裤 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 恶作剧的青少年一哄而散 但事情传开后 警卫遭家长投诉 在警卫室六鸟很不得体 让他很受伤 校方查出四名青少年 其中有一位是校友 其他身份还在调查 只是这名警卫伯伯已经60岁了 擦药被误会在六鸟 身心受创 才会决定递出辞城 他就会决定递出身带 他算起来的 我曾教掌 在那一段时间 出发人的 我曾教掌